五脏有病猴先知 嗓子出现这几种情况 可能是你的脏腑出了问题 中医讲咽喉为人类的门户 与体内的许多脏腑息息相关 因此当咽喉不舒服的时候 除了咽咽也需要考虑 是不是我们的脏腑出了问题 下面就来给大家讲一讲 当五脏不好时 喉咙常会有哪些表现呢 第一是咽喉经常有异物感 有的人总是觉得 嗓子压力好像有东西 好像被东西卡到了一样 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非常难受 如果说平时还伴随着压力大脾气急 或者是容易低沉抑郁 这种往往就跟肝气欲解有关 会受到情绪的影响比较大 在中医叫做梅合气 就像一个梅子壳一样堵在咽喉 这都是细致弹阻造成的 那调理的时候就需要去 行气散结化痰 第二是咽喉经常轻微疼痛 但有时红肿会相对严重些 甚至有时候会有烧灼感 除此之外会有腰细酸软 睡不着梦多等症状 这种情况大多考虑是 声音需音叶不足 咽喉释养导致 调理就要注意滋养声音 接着是咽喉有时会上肝盆 喝很多水也不太能缓解 此外经常睡不好 皮肤也相对常人较为干燥 还有嘴里发干 有时一急躁发热 还可能会干咳 这时候多提醒你需要养阴轻火 补肺润兆 除了这些情况 像心火旺盛 胃火旺盛 或者是一些其他脏腹阴虚的情况 都可能会引起咽喉肿痛不适 这时候大家就需要注意 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不可满目用药 请问您好心火旺盛